上回书说道 贾云来找宝玉没找到 宝玉房里的丫鬟洪玉说 让他先回家 第二天再来 贾云就先回家了 第二天 贾云来到贾府大门前 正巧遇见凤姐 往贾舍那边去请安 才上了车 见贾云过来就命人叫住 隔着窗子笑着说 云儿 你竟有胆子在我的眼前弄滚 怪到你送东西给我 原来你有事求我 昨儿你叔叔才告诉我 说你求他了 贾云笑着说 求叔叔这事 审子就别提了 我昨儿正后悔呢 早知这样 我一起头就该求婶子 这回子也早完了 谁承望叔叔 竟没办到 凤姐笑着说 你那里没办成 昨儿才又来找我 贾云说 婶子辜负了我的孝心 我并没有这个意思 若有这个意思 昨儿还不求婶子了 如今婶子既然知道了 我倒要把叔叔丢下 少不得求婶子 好歹疼我一点吧 凤姐冷笑着说 你们要捡远路走 叫我也难说 早告诉我一声 有什么不成的 多大点子事 耽误到这回子 那园子里还要种花 我只想不出一个人来 你早来不就早完了 贾云笑着说 既然这样 沈泽明就派我吧 凤姐半赏才说 这个我看着不大好 等明年正月里 烟火灯烛那个大宗下来 再派你吧 贾云说 好婶子 先把这个派给我吧 这个果然办得好 再派我那个 凤姐笑着说 嘿 你倒会拉长线啊 得了 要不是你叔叔说 我才不管你的事 我也不过吃了饭就过来 你到五串的时候来领银子 后就进去种树 说完 令人驾起乡车 去贾舍那边了 贾云可乐坏了 高高兴兴的来到齐县斋 打听宝玉 谁知道 宝玉一大早 就往北京王府里去了 贾云呆呆的坐到赏午 打听凤姐回来了 就写个领票来领对牌 到院子外边 病人通报了 过了一会儿 采明出来 单要了领票进去 批了银数年月 一并连对牌交给了贾云 贾云接了 看他批上 银数批了二百两 喜不自尽 转身就到银库上 交给收牌票的 领了银子 回家告诉母亲 娘俩甭提多高兴了 第二天一大早 贾云先去找尼二 把钱银子按数还给他 尼二见贾云有了银子 就按数收回 贾云又拿了五十两 出西门找到花匠方春家里去买树 暂且不提 再说宝玉 自那天见了贾云 曾说明人找他进来说话 他这是富贵公子嘴边上的话 随口这么一说 压根没把这个放在心上 早给忘了 这天晚上 从北京王府里回来 见过贾母王夫人等 回到园子里换了衣服 正要洗澡 习人被薛宝钗 请去打劫子 邱文碧痕两个去催水 谭云又因为他母亲的生日 给接出去了 摄月又陷在家中养病 虽然还有几个做粗活 听使唤的丫头 孤着叫不着他们 都出去玩去了 没想到这一刻的功夫 只剩宝玉一个人在房里 偏偏宝玉要喝茶 一连叫了两三声 才见两三个老妈妈走进来 宝玉见了他们 连忙咬手说 爸爸爸不用你们了 老婆子们只得退出去了 宝玉见没丫头们 只得自己下来 拿了碗向茶壶去倒茶 忽然听背后有人说 二爷仔细烫了手 让我们来倒吧 边说边走上来 早把碗接了过去 宝玉倒吓了一跳 问 哎 你在哪里的 忽然来了 吓我一跳 那个丫头 一面递茶 一面说 我在后院子里 才从李间的后门进来 难道二爷就没听见脚步响 宝玉边喝茶 边仔细打量那个丫头 只见她穿着几件 半心不救的衣裳 倒是一头 乌光闪耀的头发 碗着个口 容长脸面 细巧身材 十分俏丽干净 宝玉看了 笑着问她 哎 你也是我这屋里的人吗 那丫头说 是的 宝玉说 既是这屋里的 我怎么不认的 那丫头听她这么说 就冷笑了一声说 哼 二爷认不得的多了 岂止我一个 我从来又不滴茶滴水 拿东拿西 你眼见的事 一点也不做 怎么会认得我呢 宝玉说 你为什么不做 那眼见的事呢 那个丫头说 这话我也难说 只是有一句话回二爷 昨儿有个什么云儿 来找二爷 我想二爷不得空 便叫贝明回他 叫他今早起过来 不想二爷又往北府里去了 刚说到这句话 只见秋文碧痕 嘻嘻哈哈的 说笑着进来 两个人抬着一桶水 一手撩着衣裳 咧咧窃窃窃 泼泼洒洒的 那个丫头便赶紧迎上去 接水 秋文碧痕正对着抱怨 你湿了我的裙子 那个又说 嘿 你踩了我的鞋 忽然间走出一个人来接水 俩人一看 不是别人 原来是小红 他们都很诧异 把水放下 忙进房来 东瞧西望 并没个别人 只有宝玉 心中大不自在 只得预备下洗澡的东西 带宝玉脱了衣裳 他俩就戴上门 走出来 他俩走到小红住的房间里 来找小红 问他方才在屋里说什么 小红说 我怎么会在屋里的 只是我的手帕子不见了 往后头找手帕子去 不想二爷要吃茶 叫姐姐们一个也没有 我就进去了 才倒了茶 姐姐们就来了 秋文听了 兜脸催了一口 骂道 呸 没脸的下流东西 正经叫你去催水去 你说有事 倒叫我们去 你倒等着做这个巧宗 一里一里的 这不上来了 难道我们倒跟不上你了 你也拿镜子照着 配不配地茶地水的 碧痕说 明儿告诉他们 凡药茶药水 送东送西的事 咱们都别动 只叫他去就行了 秋文说 这么说 不如我们散了 但让他在这屋里吧 他俩你一句 我一句 正闹着 只见有个老妈妈进来 传凤姐的话 说 明日有人带花匠来种树 叫你们严谨些 衣服裙子 别浑亮浑晒的 那边土山上 一溜都拦着围子呢 可别浑跑 秋文问 明儿不知道是谁 带进匠人来监工 那个婆子说 说什么是后廊上的云歌 说者无心 听者有意 小红这听见了 心里明白 就知道是昨儿外书房建的那个人了 原来这小红 本姓林 小名叫红玉 只因玉字 犯了林黛玉 宝玉 就都把这个字引起来 都叫他小红 原来是荣国府中 世代的旧仆 他父母现在收管各处房田事务 这红玉 年方16岁 当初大官员刚建成 安排人的时候 把他分在了怡红院中 倒也清幽雅静 不想后来贾飞命人进来居住 偏生这一所又被宝玉占了 这红玉虽然是个不安室的丫头 却因为他有三分容貌 心里天天琢磨着 妄想痴心的往上攀高 一有机会 就要在宝玉面前 险弄险弄 只是宝玉身边一帮人都是伶牙俐齿的 他根本插不下手去 没想到今儿才有这么个小机会 却又被秋文避痕骂了一场 心里早凉了一半 郑郁闷的忽然听见老妈妈说起假云来 心中一动便闷闷的回到房里 睡在床上暗暗的盘算 翻来掉去正没个主意 忽然听见窗外有人低声叫他 红玉 你的手帕子我拾了 在我这儿呢 红玉听了 忙走出来看 不是别人 正是假云 红玉不觉得粉面含羞 问他 二爷在哪拾着呢 假云笑着说 你过来 我告诉你 边说边就上来拉他 红玉急忙回身一跑 却被门槛绊倒 吓得醒过来 才明白刚才是做了个梦 嘿 这一宿翻来覆去也没睡着 第二天天明 踩起来就有几个丫头子来找他去打扫房子地面 打洗脸水 这红玉也不梳洗 对着镜子胡乱挽了挽头发 洗了洗手 腰里扎了一条汗金子 便来打扫房屋 谁知道宝玉昨儿见了红玉 也就留了心 本想直接点名叫他过来使用 但是一则怕袭人等人寒心 二则又不知道红玉到底怎么样 若好还罢了 若不好起来 那时倒不好退出去了 因此心里闷闷的 早上起来也不梳洗 只在窗前坐着出神 隔着纱窗 向外看得很清楚 只见好几个丫头在那里扫地 都茶烟抹粉 三花插柳的 唯独不见拙那个 宝玉就踢拉着鞋 晃出了房门 装看花 这里瞧瞧 那里旺旺 一抬头 只见西南角上 油廊底下篮杆上 似乎有一个人靠在那里 可恨的是 面前有一株海棠花挡着 看不真切 只得又转了一步 仔细一看 嘿 可不是昨儿那个丫头 在那里坐着出神呢 宝玉想要迎上去吧 又不好意思去 正想着 忽然见碧痕来催她洗脸 只得又回去了 再说红玉 坐在那里 正在出神 忽然见席人 招手叫她 只得走上前来 席人笑着说 我们这里的喷壶 还没有收拾好呢 你到林姑娘那边去 把他们的戒来试试 红玉答应了 便走出来 往萧香馆去 正走上脆烟桥 抬头一望 只见山坡上 高处都是拦着围挡 才想起 今儿有工匠 在那里头种树 转身一望 只见那边远远的一拨人 在那里挖土 甲云正坐在那山子石上 红玉真想过去 可是又不敢去 只得闷闷的去 萧香馆取了喷壶回来 无精打采的 回到自己房里倒着 大家以为 他一时身上不爽快 也都不在意 那么 红玉到底有什么心事呢 且听下回分解 zoom 咱们 lone